另外关心纽约市警方今天凌晨进行突袭行动 逮捕100多名的帮派分子 是纽约市警方逮捕行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 无独有偶 洛市警方也在今天凌晨突袭逮捕16名毒贩 其中一名是洛杉矶市中心游民聚集区Skate Road赫赫有名的毒贩 在喜瑞都自家的住宅落网 洛市警方从昨晚开始突袭行动 最终逮捕16人 起出了180万美元现金 还有大量的骨科检以及海洛英 被捕其中一人 市市中心游民区毒品的主要来源戴瑞克·透纳 他在今天清晨与喜瑞都自宅被捕 洛市中心Skate Road游民人口不断地增加 这里成为毒贩重要市场 这次突袭查货的现金当中 有60万美元都是一元的钞票 凸显了游民吸毒问题的严重 另外联邦检察官今天宣布 警方今天凌晨在纽约布朗区市府运营的 民宅公寓进行突袭 逮捕120名帮派分子 这些人与尚未侦破的七八件命案都有关联 集团